7日一早 大批乌克兰难民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政府机构外 排队申请临时激留 比利时政府安排快速通道 让拥有幼儿的家庭优先登记 根据现场警方估计 一个早上至少超过千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儿都这么幸运有家人陪伴 斯洛伐克政府近日在社群媒体表示 一名来自乌克兰东部杂布罗热的11岁小男孩 因为双亲必须留在乌克兰 所以独自穿越边境进入斯洛伐克 男孩手上的电话号码 和夹在护照里的一张纸条 让边境工作人员顺利找到了他在斯洛伐克的亲戚 斯洛伐克当局称赞这名11岁的小男孩 用微笑无所畏惧的精神和决心征服了每一个人 这则贴文获得近万人点赞和500多则留言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网站8号的数据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万的乌克兰人为了躲避战火而离了 离开家园 大约120万人进入了波兰 其他人则选择到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等 欧洲国家避难 也有9.9万人前往俄罗斯 新唐人亚特电视 张瑞珍 综合报导